一般,如果我们细心,冷静观察,在医院里面可以看到,一个人临走的那个样子,走的时候很安详,必定是段无休闲,急功累得。 他才有这个想,心行不善,心眼跌则是卧相,那你看这个地方,将人临走,摄神是第八识,第八识做不了主, 二类也是寒藏的,像我种子都跑出来了。 如果这个人,平常说,我多善少,那我的种子全跑出来了,像你种子没看到? 别度我多。 如果善我种子同时都现成,那就不知道最后是哪一个种子引导它。 二,如果是善种子,人天佛宝,不善的种子散我都去了。 现在这个社会。 这一切种子,男女老少,过行过夜。 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 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从早到晚,我们放心一下,这一天当中,从早到晚,十几个小时。 是善念度,还是不善的念头度。 这个不能不知道啊。 这个不能不知道啊。 如果不善的念头度,现在一口气不来。 不善的念头就带我们到三窝道去了。 很可怕了。 这不是小时。 我们不想到三窝道。 念念是善念。 不善念念头,不善,不起。 这个好。 为什么要起不善念头? 那当然最好,念头统统归到佛号。 念头才起,就把它转成阿弥陀佛。 不善念头。 不让念头存在心上。 心上只有阿弥陀佛。 好啊。 不善,不善,不善意. 不善。 那么何其物念,何其邪进。 这都是度,三窝道的。 那何身心念。 心念是对于这个世界有贪念。 这里头 大概 最多的是亲亲 舍不得离开 这为什么 印族常常开始 念佛人临总 家庆眷属不要在身边 在身边照顾的时候 最好都是联友 同餐道友 他们懂得 家庆眷属 很容易引起他贪念 难写难分 好了 这就我倒去了 这很可怕 那么有 状况 状况大概都是到地狱 坐卧太多了 卧习气统统在这个时候起先行 霍香飞烟 不是一种很多 都叫做电头 可见反复也种了 临总之机 更多电头 佛仪四大苦疲 痛不可言 这就是病痛 神识离开身体 当然我们还没做经验 但是佛在经上有个比喻说 我们的神识离开身体 那个痛苦就像 僧鬼脱窟 举了这个比喻 乌龟 何的乌龟 把它的哭拔下来 你想想看 多痛苦 我们神识离开身体 就这样 这是非常可怕的一种事情 那我们想 躲避这一关 唯一的方法 就是幸运吃面 这要在日常生活当中 天天看 那准备好 那我走的时候 没有干扰 像海仙老和尚 非常自在 说走就走了 看到佛来接引 就跟他走 那这个身体没有留恋 丢掉了 不要了 这解脱 那所以 如果是 有病苦 有死苦 痛不可言 何能真念之明 这个时候最怕的 是诅念 为什么 怕灵命中是痛苦 让你佛号提不起来 想不起来 光是顾到病痛 这就坏了 这就需要诅念 诅念不是没有用 是管用 但是 不需要诅念 当然最好 自己 有把握 这个把握 决定是 阿弥陀佛来给你约定好的 连几点 几分几秒 都不会错 会告诉你 你那个时候 见到佛 与大众 来引起 欢欢喜喜 走了 这边世界 忘掉了 绝不能想 这边世界 一想 佛菩萨 佛菩萨 就不见了 六大轮回 就陷进 你是这 多可怕 所以 不能持明 获得 往生 你念佛 把念佛都忘掉了 你就不能往生 固执 凡夫 往生 非凭自立 全帐弥陀 大愿 加疲 领布 颠倒 实能 往生 这个话说的 一点都不错 那我们要 肯定 自己是凡夫 不要以为 自己功夫不错 自己真的功夫不错 常常见佛 但是那是真功夫 如果是假的 你就被 妖魔鬼怪欺骗了 他会献佛的像 来诱惑你 来引导你 那不是真的 你在那个时候 不知道啊 你看到谁来接应 妖死如来接应你 你天天想 地藏复杀 地藏复杀 来接应你 那都不是真的 你修净土的 决定是西方三神 本尊呢 不能是别的佛复杀 别的佛复杀 在某种地 要清楚 见到别的佛菩萨 还是念阿弥陀佛 不要理会 不能跟他去 要加紧念阿弥陀佛 求阿弥陀佛来接应 所以权杀 弥陀 大跃佛复杀 不顶头 不顶头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爹